三福天了 我们去挖掘一下 为什么是在今天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下之后的第三个更日 就是嘉义秉立物济更新的更 就是三福天的开始 然后连续 三个十天 因为 一个更到下一个更 天干有十个嘛 刚好十天 有的时候是四十天 那个逢到这个 节气 没有中气的时候 怎么搞的呢 首先第一天到 素 地到池 也就是说在正午十二点的时候 在天上看来这个太阳 正中间影子 也是最短 但是到了地面上 真正热起来 可能要到 两点左右 那刚刚好 这个三福 就在 魏月 魏月如土 那五福 在今天 明天 这三福 也就是 这三福 有时候 一个节气15天,过了这个15天,就是到了未约 所以一定在未约当中 那这就是藏项,所谓符 就是符藏的符,阴的东西买起来,阳的东西上升 然后这个羹,羹你说好像它也属阴的,我们去看一看 这个羹在棕林里面煮灶,在一个火这边 然后五味里面是辛辣,辣,好像也感觉热热的,对不对 那这个灶,它一定是跟肝有关系 经过火烤了之后,它还是很热的 这个掐指诀里面,羹也在上面,也是煮阳的 它实际上属性是阴,但是这个,经常它显出来的是阳性 你说,山下的女人是老虎 说,男人火星,女人金星 男人青龙,女人白虎 全都是,说他们也很厉害,对不对 而且青龙,白虎可青龙 其次,还有就是,这个符 就说这个羹呢,已经被火热烤得不像样子 陈福了,你说他陈福他怎么透出天干了,这一天 我们断话的时候也是这个道理 只有他透出来,才显出主要矛盾 这个时候,就是他了 然后说,为什么是第三个更日 这个树里上,我们也可以往上去复会 一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先天马果树 第三个是火,是热 后天马果树,一树砍仙坤三镇 这个镇,纳甲里面也纳的是更 他也是主阳主热 主发散 所以任何一个角度综合下来 这一天一定是差不了 没有极特殊情况,这一天一定是很热 你看中华的文化,这个节日多么博大精神 神可遇 而西方的,什么动不动 这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 什么什么 他们只记日子,什么都没有 也没办法他们就搞阳丽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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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